同樣受到颱風煙花的影響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雷電交加 輕盆大雨 讓原本受季後風影響的馬尼拉災情 變本加厲 室內多地變成水箱澤國 煙花星期五下午4點 在位於巴丹尼斯省 伊巴亞特東北540公里處 以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偏西移動 中心附近的最大持續風速 為每小時150公里 陣風高達每小時150公里 185公里 事實上 煙花已經在菲律賓徘徊幾天 帶來持續降雨 馬尼拉等多地遭遇大水侵襲 救援人員忙著拯救受困的居民 大約800人無家可歸 一些大道的洪水情況 淹到膝蓋這麼高 摩托車和三輪車很難通過 根據菲律賓氣象台報告 和首都隔馬尼拉灣相望的巴丹省 已經掛一號風球 預計將有強風至大風的天氣 未來兩天 呂宋島和米沙耶西部 受到西南季風的影響 將持續有鎮雨和雷暴雨 當地民眾訴訟做好防災措施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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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